大家好,我是Stan 被爆料要求女友堕胎骗婚后 因为一直没有任何回应而引起争议的男演员Kim Sono 今天,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很抱歉,没能第一时间发表立场 目前公司正在确认匿名文章的事实关系 因为还没有能够明确的确认事实关系 所以恳求大家能再等待一下 因为不好的事情给大家造成困扰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而Kim Sono的粉丝团昨天也发出声明表示 会采取一切的法律行动 对散播虚假信息 诽谤演员的人进行民席史上的诉讼 但是,目前除了Kim Sono代言的打美乐披萨之外 Kendon Korea,购物网站11本个 食品公司Foodbucket也都下架了Kim Sono的广告 而韩剧Kimau Cha Cha Cha女主Sin Mina 也取消了原本预计在今天进行的剧中线上采访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能说,如果是光明正大的,应该早就发文了 看来是和解的不顺利吧 我觉得是演员失去联络了 演员如果说不是的话,公司就会发表不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就会发表 目前正在确认事实关系的立场后 在背后进行后续的事情 就只能是与演员失去联络了 是因为潜水连试图和解都没能做吧 第一次感觉到所属公司很可怜 还要处理违约禁的事情 看来最起码堕胎是真的 现在应该正在追究文章的每个句子 应该是不知道对方女性拿着什么证据 所以才这么慢的 女生没有上传证据是对的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一般人之间劝诱堕胎的事情很频繁 只因为是一人就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吗 结婚前没有好好避孕的女生不也有错吗 在这里用道德怎么样说话的人 请你们不要一边倒 多方便的想一想 又不是劈腿也没有事报 年轻男女谈恋爱不小心怀孕了 这种事情现实生活中不是很平常的吗 虽然说Kim Sono可能不是一个好男人 但是只因为这个理由 就需要被这么攻击 甚至毁掉所有事业吗 然后对于潜女友 为什么会再被称为是Kim Sono人生座的 Kemar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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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集播放当天爆料那些事情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部分网友们表示 Kemar Cha Cha Cha人气持续的上升 Kim Sono的身家也是不断的上升 所以潜女友就在Kim Sono人演员最受瞩目的当天 爆料了她的人品 想要来毁掉她的形象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因为之前发生过 一位出演者的争议 带给其他出演者们 以及剧组们巨大打击的事件 所以潜女友为了辛苦拍摄的制作组着想 才会等到最后一集播放后才爆料的 对于Kim Sono所属公司今天的立场文 以及潜女友在Kemar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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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集播放后爆料的理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这个礼拜五将会决定 最终出道组9人的Gers Planning 昨天公开了中间排名 9位苏瑞琪 8位昆玛亚 7位金索云 6位康叶瑟 5位薛宁巴亚 4位蔡洋恩 3位金达云 2位确尤金 1位金切云 没错 目前在出道组的9个成员当中 有8个人是韩国成员 1个中国成员 而日本成员都不在出道组排名内 因为就在前面一次的排名 有4位日本成员 3位韩国成员 2位中国成员在排名内 也一直维持前排的中国成员 沈小天也掉到后排 所以这次的中间排名 真的是惊吓了非常多网友们 甚至在日本雅虎的热搜 也登上了4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MA又开始了 有很多韩国孩子是很好 但是怎么看都不能接受 难道是说外国人 突然都选了韩国练习生吗 K很多 所以不会不好 但是也希望 Hikaru 沈小天 Mashiro能够出道 沈小天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之前是因为奇怪的制度 被强迫投票给日本成员 中国成员 现在部分国籍只能投一票 所以早就料想到会这样了 节目的人应该都预想到 废除那个制度 只投一票的话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之前的制度就等于 就算没有喜欢的人 也要投票给中国练习生 日本练习生 但是因为中任练习生中 只有几个人是大众们喜欢的类型 所以投票就会集中到几个练习生身上 而韩国练习生的投票会分散 所以韩国人的排名才会很难上升 但是现在只能投一票了 可可 对于Kurs Plaini的中间排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会继续关注Kimtono的消息的 我会继续关注Kimtono的消息的